今天我要用一点点时间来讲 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经文 那个是耶稣有一次 在夜里碰到一个人 叫做尼格迪姆 他来问耶稣有关于他生命的问题 他已经是一个律法师 他已经是很不错的 他是一个法利赛人 他是一个已经在这个信仰里面 他已经走得很稳定的人 可是他有一个问题 他来问耶稣 他写出我们心里面很多很多的状况 而这一段的经文 耶稣总结或者我们说 约翰总结变成一句话 那句话是我们很熟悉的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他怎么说呢 他说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我讲三件事 第一 这里说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这里提到一件事情 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 我们每次想到这个经文 我们每次读到这个经文 我们就以为 我们就想到那一幅图画 很多画这样子画的 说上帝把手伸下来 给我们一个baby Jesus 给我们一个婴孩耶稣 其实这句话 不是指的这个意思 不是上帝把他的儿子给我们 那个看到耶稣降生的事实 这一段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的意义 不是让我们过生诞节 更是指的赐下的耶稣 是为我们而死 为我们复活 我常常想到这件事情 我就非常的喜乐 我盼望你能够明白这件事情 当耶稣死了 送到坟墓里面去的时候 是真的死了 是真的进去了 当他进去的时候 把我们的罪也带进去 因为他是为我们而死的 就像他们所演的 耶稣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 所以当他进到坟墓去的时候 是把我们的罪和死也带进去 可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说明了一件事情 神的儿子不能被死亡拘禁 我们的罪却被死亡拘禁在里面 换句话说 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我们也复活了 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我们也得到一个复活的生命 耶稣的复活 使我们得以重生 所以这里提到了 甚至叫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的意思 不是把婴孩耶稣赐给我们 是让他的儿子 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这里提到的一件事情 是耶稣为我们来到地上 为我们受死 为我们复活 为我们升天 有一天我们还要遇见他 或者他来 或者我们去 第二件事情 这段圣经讲的是最后两句话 他说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神把他的儿子为我们死 这一件事情 有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我们一直以为 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基督徒的好处是 在地上过一个更顺利的生活 我告诉你 不一定 因为重点不在于 你的环境顺利不顺利 有没有碰过很顺利的人 整天还愁眉苦脸的 有没有碰过这种人 我问你钱赚多少 你才满意 你永远不会满意的 你永远不会满意的 我不用问你们 我如果问你们说 一百万就会满意的 请举手 举手的人一定不到一百万 因为有一百万以后 你就不会举手了 我说有一千万 你就会满意的人 你举手的人一定不到一千万 因为等于有一千万的时候 你不会满意一千万的 要怎么样你才能满意呢 我告诉各位 真的不是环境的顺利 今天的问题在于 我们没有办法有抗压性 这世界一定不会有平安的 圣经上早就讲了 我们看外面的环境也知道 对不对 耶稣说 在世上你们总有苦难 那不用耶稣说 我们也看见了 我们哪里会没有苦难呢 国家跟国家之间有苦难 社会有苦难 就算我们都不管他们 我们功利一点吧 我们自己有没有苦难 还没有啊 还好你还敢讲这句话 最好不要讲这句话 对吗 说我现在没有苦难 放心啦 迟早会来的啦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 对不对 对啊 不一定 有的人不会老的 有的人没有老的机会 当你有一天你老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你的身体怎么会不太好使呢 你觉得奇怪 这身体好像不太管用啊 我们慢慢就发觉说 为什么这个也不能做 好像半夜要多上几次厕所 走路也走不太动了 好像常常忘记很多的事情 我们就会发现 外面的环境 其实不太可能很顺利的 可是这边告诉我们 信耶稣的人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到底永生是什么意思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永生是上帝要给我们一个 天大的恩典 永生就是相对于灭亡而言的 当我们讲灭亡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佛教的思想在想 其实圣经里面的 永生跟灭亡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我们在佛教里面 读到的那个意思 永生的意思是 人永远活着 是指灵 而活在上帝的面前 灭亡是什么意思 灭亡也不是消无的意思 灭亡并不是指的 我们的灵魂或身体 消无在这个世界当中 当我们讲到灭亡的时候 圣经是一种形容的方式 它是说到 我们永远活着 不活在神的面前 让我再把这个定义跟你讲一遍 什么叫永生呢 永生就是永远活着 是指的灵魂 活在神面前 什么意思灭亡呢 灭亡是永远活着 不活在神面前 所以人永远活在 人永远存在 人永远活着 活在神面前 其实是这个经文 最想要让我们得着的 或者是说 上帝最想要我们得着的 就是我们活在祂的面前 这是神当时造人的时候 希望人得着的生命 是那种活在祂面前的生命 而这里所谓的死或灭亡 是指虽然存在 但是不活在神的面前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 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们的目的 不在于我们过很顺利的生活 刚才那个姐妹 得到的那个结论 得到那个结论 我不知道是他看书看来的 操来的 学来的 还是从哪里 但是他说 他说 他不知道 竟然不好的东西 或不好的发生 或不好的遭遇 神也可以用这些 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来提升我们的生命 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亲爱的基督徒 这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 都会得到的 因为在我们的生命 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的时候会长 有的时候不长 可是你要知道 只有长才能够承担 对吗 不长不能承担 不长不能承担 生命就是这样 植物也是这样 动物更是这样 能长就能承担 不长就不能承担 前不久 我在欧洲服侍 我在生活的那边 他们买了一棵橄榄树 那棵橄榄树 少说也有 八百岁 它可能一千岁 超过了 换句话说是 距离现在八百年前货 一千年前说 由一颗橄榄子 所长出来的 你想一颗橄榄 长出来的时候 那个苗一定这么小 对吗 它不会一叶子 就变那么大 你知道那颗橄榄树 现在多大吗 一个人手合不起来 可能要两三个人 手才合得起来 它的树干 橄榄树 可是你看过橄榄树 也有这么细的 也有这么小的 它怎么可能承担这么重的 你知道那天 有一个人要捡 那个橄榄树叶 他就拿了梯子上来 他就爬上去 站在橄榄树上 完全没有问题 那个橄榄树不会有问题的 因为那个橄榄树这么粗 他站在橄榄树上 在那边捡橄榄的叶子 橄榄的叶子 我们在下面说 小心小心危险 他说没有问题的 那个橄榄树这么大一个 可是它是慢慢长起来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什么叫做永生呢 是活在神的面前 当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 当我们里面 慢慢的茁壮起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可以不嫉妒 你可以不骄傲 你可以不要太多的钱 你可以不重视别人 对你的毁谤 你突然发现 你的生命里面 非常的清神 那个叫做永恒的生命 那个不是外在没有环境 没有困难 没有难处 而是你里面的生命起来 我告诉各位 那个不是一个人自己 可以说我要做到 就能做到的 那个不是两岁的橄榄树 能够做到的 当你到八百岁的时候 你踩吧 上去 十个人上去 他也没有问题的 生命是慢慢长起来的 可是这边 有一个生命的起步 就是那天尼哥迪姆 去问耶稣的 他说人已经老了 怎么能够再重生呢 能够从母妇胎里 再生一次吗 耶稣跟他说 不必从母妇胎里 再生一次 因为他说一句话 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 从零生的就是零 换句话说 如果你想再生一次 你在进母妇胎里 再生一次 再生一次 还是从肉身生的 他告诉我们要从谁生 从零生 从零生 就是圣灵把我们生下来 神的灵把我们生下来 那这一件事情 跟这一句话里面 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我们再来读一次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刚才这些人 在那边演戏的时候 他们一直牵涉到一个字 你信不信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信 是用我们的理智 我们更多的时候信的时候 我们盼望用我们的经验 可是这边 当我们讲到信的时候 它不是一个理智上的 想得通 它也不是一个情感上的 一种依靠 它甚至不是意志上的决定 它是灵里面的一个 愿意 愿意接受 其实信这个字 信这个字 它不是一个点 信这个字 它是一条线 信不是说我现在信 那我告诉你 你等一下可能就不信了 信这个字 是一个字 是接受 接受 当人送你一个东西以后 如果你是接受了 那个东西就是 我的了 不是我理智上的问题 不是我情感上的问题 甚至不是我意志上的问题 是你愿不愿意接受 是你愿不愿意接受 所以信这个字 它不是一个点 它是一个线 那怎么样可以 信呢 就是你说 我愿意接受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 因为神的作为 最大的就是想把人带回到自己的面前 因为这个缘故 他把耶稣赐给我们 他要我们的是 你能不能接受 你愿不愿意接受 你愿不愿意带回去 今天在我们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 那对你而言 可能已经没有问题 因为你已经接受了 可是接受这个字的另外一个表现 就是刚才 演耶稣的那个人最后说的那句话 当最后耶稣走出来说 你们都跟从我吧 跟从就是信这个字 我们愿意跟从吗 我们愿意接受吗 我们愿意继续吗 对于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 或者你接受耶稣基督 一度软弱的人 像刚才的彼得 你知道当我在看彼得的时候 因为我信主很久了 四十年了 有多少次跟彼得一样 不干了 不完了可以吗 我一定要这样吗 我如果相信你 为什么这么不顺利呢 可是多少次 神的爱就把我们挽回来 如果你是已经曾经相信 现在渐渐的 好像又不是很想跟随 或者你说我没得到好处 回来吧 如果我们当中有的人 你是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 或者你是听过很多次 耶稣基督的道理 可是在今天的复活节 你说我愿意接受 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特别的恩典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从今天开始 我们愿意跟随他 我们愿意接受他 我们愿意相信他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 因为你是使我们有这样生命的神 你赐给我们生命 你赐给我们力量 你让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的茁壮起来 让我们可以成为承担外界这么大压力的一个人 谢谢你把永生赐给我们 主要永生并不远 永生就在我们的心里 永生并不难 永生就是我们跟随你 我们相信你 亲爱的天父 主啊我们每一个人 最看重的是我们跟你自己的关系 主啊因为我们需要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主啊你的话语是这么的真实笃定 不仅安定在天 而且在我们的心里面非常笃定 你知道我们常常软弱 你知道我常常软弱 你知道我常常不知道怎么样的照着你的话去活 但是你的生命在我的里面一天心事一天我向你献上感恩 我也谢谢主在这个复活的节日里面 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可以一起聚集在这里 我们亲爱的朋友我们一起聚集 我们再一次思想你的恩典 就在今年的复活节我们跟你说 我要继续跟随你 我要一直跟随你 我也特别为刚才举手的弟兄姐妹 目道朋友祷告 她说我愿意相信你 不管她是再一次的回应 或者她是第一次的回应 求你从今天开始 把点连成线 一直到我们间里面的日子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